大家好,我是谢涛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话说,曹操和元潭纠缠得最激烈的时候 其实还有另外一只力量在蠢蠢欲动的 这就是乌环少数民族的翘王 这个翘王嘛,之前是高举元家旗帜的 因为早前元少还在世的时候呢 曾经以皇帝的名义封翘王为蝉鱼 以此拉拢他 所以听说元家势力被曹操打得满地找牙的时候 他也点起了五千精兵 打算出去救援的 可这边乡他还没动呢 曹操已经先下手围墙了 派了千招到柳城去 安抚乌环部落 说来也巧 那边乡公孙康和他的老爸公孙杜一个德行 做了辽东的土皇帝以后呢 也派了一个叫韩忠的人来册封乌环翘王 让他接受自己的收编 任命他为蝉鱼 诶,这就有意思了 原本大家都不待见的乌环部落 一下子变成了个香馍馍 各方势力都想来插一脚的 于是这场面上就好看咯 一下子就出现了多方会谈的局势了 那个乌环的翘王哪里享受过这种待遇啊 一看几家老板都来拉拢自己 顿时情绪就有点波动了 开始有点迷糊了 这到底是什么状况吗 这是 这汉人办事怎么老是不靠谱呢 得了,咱也不想这么多了 咱就摆个架势嘛 来一次集体讨论 这位翘王民主意识还是很强的 把千昭和韩忠都叫过来 来个三方代表民主大讨论 会议一开始 翘王首先提问 对千昭说 有个问题请千昭先生作答 以前袁绍说他是代表天子的 然后就叫我当了蝉鱼 现在曹操又来了 说他才是天子的代言人 啊,又重新来个任命 可这还没算完 辽东那边 公孙家也派人来封我做蝉鱼 这个,啊,让我很难办嘛 到底哪一个蝉鱼才是过硬的蝉鱼吗 社会上现在水货太多 啊,我这边需要打假嘛 千昭听了 很从容淡定 慢悠悠地就回答了 从前 袁绍当天下盟主 确实可以代表天子发布文件 所以他任命翘王为蝉鱼 是合法的 可是后来他违背了天子的旨意 所以现在曹操已经替代他了 当然要重新奏明天子 再任命一次嘛 所以这一次曹操任命里的蝉鱼 是真蝉鱼 是合法的 至于辽东 辽东算什么东西 边地边区 不过是区区的一个郡而已 任命几个乡村的官员 还能勉强说得过去 至于任命蝉鱼 他们岂有资格 做这种封官授决的事 蝉鱼只有皇帝的任命 那才是有效的 千昭这番话刚一说出口 辽东那方面的寒忠 当场就不乐意 立刻吹胡子瞪眼 站起来争辩 要说寒忠这哥们嘛 理由也是有的 只不过水平太一般 口才太菜鸟 气势上呢 也没有压住千招 只会用趾高气扬的表情 来为自己壮胆 他说了 我辽东 在东海之兵 有雄兵百万 各族百姓都以我为尊 嗯 当今天下大事 是以强者为首 曹操 曹操算什么东西 嗯 也敢为我独尊 哎呀 这番话说的 水平实在是太刺了 可能这位寒忠啊 跟公孙渡 跟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完全被公孙家的自大气势 所感染了 到底韩忠知不知道 中原有多大呀 在中原地区的那些土豪列强 你就别说 曹操袁绍这样级别的人 能够顽虐你公孙家 就连留言留表将的诸侯 也能分分钟玩死你的主公公孙康啊 韩忠啊韩忠 你这是在井里待得太久了吧 天有多大你知道不 可以想象啊 这番话说出来 不要说我们觉得好笑了 连千招都忍不住了 得 对付这种没水平的菜鸟 跟他说道理 那简直是拉低自己的智商啊 那就干脆一点 能动手的绝对不瞎嗶嗶 咱大东北的不都是讲究这一套风格吗 于是千招也蹬得一下站了起来 面对面死死地盯着韩忠 两个人的额头都几乎要碰在一起了 我呸 曹公公谨明智 辅佐天子 讨伐叛逆 你辽东 上下顽劣狡诈 嚣张跋扈 如今依仗着远离中原 就想背叛朝廷 竟敢私相授受 封官授决 误弄天子 你居然敢侮辱 诋毁曹公这样的朝廷著臣 你就应该被处以极刑 一番话说出来 那唾沫星子 喷了韩忠一头一脸呢 那韩忠还在伸手擦口水呢 这边像千招也没闲着 讲完了还不够解恨 一下子就揪住了韩忠的头发 诶 你看过那女人打架没有 一揪住对方的头发 对方基本就手足无措了 根本没有反抗能力了 韩忠也是这样啊 古人头发都很长啊 一旦被揪住了 哎呀 当时的情况就狼狈了 他只能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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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啊疼啊呦呦 你轻点你轻点 窝着脖子顺着千招的手势 千招顺手一摁 就把这个家伙摁倒在地 扯着他的脑袋 就像坚硬的地板上撞过去 你给我磕头 磕头认罪 磕 磕 磕多几个 磕想一点 千招一手摁着韩忠的脑袋 另外一只手就开始向腰间摸去了 很快就摸到了刀柄 蹭的一下就扒了出来 是啊 那韩忠白花花的脖子 不正在自己面前吗 干脆就顺着这个气势 直接咔嚓一刀 这事不就结了吗 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迅猛了 那边相当乌环的翘王 都给下蒙圈了 这是个什么状况吗 直到眼前刀光一闪 看见千招把刀给拔出来了 这翘王才算反应过来 哎呀妈呀 这是要出人命啊 得赶紧拦着呀 惊恐万分的翘王 蹬蹬蹬跑上几步 一把就抱住了千招 并且用手死死拖住千招 拿刀的手 先保证他这一刀 别切下去再说 然后在旁边叙叙叨叨的 讲了不少好话 大概的意思也就是说 哎呀大人你消消气呀 有话好好说呀 那什么你就给我一点剖面啊 务必饶了老韩这一回吧 他也是个使者 就是不会说话呀 你看看 着急不着急呀 千招一看 翘王都快急尿了 于是就扑下驴呗 算了 看见大家都在 这回就给你翘王一点面子 于是就松开了寒钟 翘王这才松了一口气 赶紧的把千招让回座位 然后一把扶起还在地上躺着 瑟瑟发抖的寒钟 给他拍拍屁股 整理一下衣角 也扶回了座位 千招定了定神 对大家进行了一次 当前国际形势的报告 总结一句就是 只有跟着曹操干 大家的前途才光明 谁要对着干 谁的下场就会很惨 啊 你们要不信呢 看看袁绍就知道了 袁绍多牛啊原来 现在 怎么样不是全玩完了吗 你们自己想想看 你们哪一个比得过袁绍 依我来看 你们哪比袁绍差得远喽 哎呀 这千招啊 不仅身体好 力气大 哎 口才也好 说服力超强的 翘王他们一听 哎呀 这哥们说的还真是在理啊 行吧 爱服了哟 于是恭恭敬敬的 向千招下跪 等于是接受了朝廷方面的旨意 至于那可怜兮兮的韩忠嘛 被千招揪着狠揍了一顿以后 直接就老实了 根本就没再敢插嘴说话 第二天 就被翘王给送走了 哎呦 对不起哦 哎呀 你们辽东方面 真的比袁绍差多了哦 所以啊 你们回去吧 自己玩吧 我这边跟老曹干了啊 随后 翘王就地解散那五千骑兵 于是 袁家最后一支外援 就此断绝了 在曹操打圆坛 安抚乌环的时候 袁在幽州的袁尚 袁熙的日子 也很不好过 袁尚不用说了 他是被曹操打败的呀 现在已如丧家之犬了 完全靠着二哥 袁熙接济过日子 要说呢 这袁熙 也是袁绍几个儿子当中 最老实的一个了 袁绍一共有四个儿子 袁潭 袁熙 袁尚 和袁买 不过这个袁买嘛 还是小屁孩一个 前些年 在打官肚之战之前 袁绍有一次 不肯出兵的原因 就是因为 这个小儿子 生病感冒了 所以他耽搁了 这才两三年过去 这孩子的势力 基本上还没发展呢 所以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在大哥和三弟 争争吵吵 打来打去的时候 袁熙基本都没参与 而且他的地盘呢 和曹操也离得很远 所以在另外两个兄弟 被曹操玩得一死一残的时候 这个袁熙呢 还在幽州 管着自己一亩三分地 当着他的幽州刺史 管着他的独立王国呢 但是 淳王齿寒的道理 大家都懂啊 现在那俩兄弟玩完了 曹操来势汹汹 估计幽州这块自留地 迟早会被没收的 所以 袁熙也面临了 到底何去何从这个问题 投降 自然不甘心了 何况 想投降 还得看人家心情好不好嘛 那 袁熙不是曾经想投降吗 曹操心情不好就没收 那 要不要打一下 打曹操啊 那肯定打不过嘛 那咋办呢 行吧 不知道咋办 那就凉拌呗 拖呗 混得一天算一天 走得哪天算哪天 当个快乐的混事魔王 吃饱喝足之后 当个饱死鬼也好啊 但是 袁熙绝对没想到 他哥哥弟弟的没倒完了 就轮到他了 没等自己做选择呢 他手下的人已经迫不及待的 帮他做了选择 哎呀 日房夜房 家贼难防啊 当头的 最难提防的 就是手下人 阳奉阴违 面子一套 李子一套 一肚子画画肠子 成天想造反 昨天见到你 还点头哈腰的说 哎 老板你吃了没 哎 今天就直接背后捅刀子 贺问一声 你死了没 这种事情造成的后果 是摧毁性的 呃 袁熙这边也是这样 他想当一天和尚 壮一天钟 得过且过混日子 但手下有两个人 却不想这么干 他们想过好日子 他手下的部将 焦处和张楠 思来想去 看来看去 挑来挑去 就觉得 只有跟着曹操 才会有吃香喝辣的 幸福生活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反水吧 于是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这两位宣布造反 说要割下袁熙的人头 献给曹老大 以求大功 事出突然 袁家兄弟手忙脚乱 无法抵挡 根本就搞不过 这两个部下 于是 只能选择出逃 两兄弟就走上了 投靠乌环部落的道路了 带上亲信部队 直接到辽西 投乌环另外一个首领 踏顿去了 一看 袁家兄弟跑了 这个焦处就高兴了 立刻决定 自己担当 幽州的行政长官 自称 幽州刺史 把幽州各地的行政长官 全部聚集在一起 用武力的方式 强迫众人 立刻改变立场 从今天开始 大家万众一心 投靠曹操 为了表现出仪式感 这位焦处 还专门杀白马 强迫大家 煞血为盟 并且当场宣布了 如果有敢不听话的 一律拉下去 砍了 在场的那些位 个个都怕被砍头 于是 只能顺着焦处的意思来 按照顺序 缓缓地上前 喝血酒 煞血为盟 不过 这种情况 没有维持多久 燕赵之地 自古多英雄豪杰嘛 不是个个都贪生怕死的 这个时候 幽州别将 韩恒 就站出来了 这个恒字呢 就是王字边 加个行走的行 是精美的玉器的意思 他就站出来 表示反对意见了 我 受原家父子之欲之恩 如今 元氏败亡 在下的智谋 不足以去拯救他们 有没有勇气去死结 在君臣大义上 已经有了缺失 如果我再投降 曹操 那会变得更加失节 诸位想投降 我不反对 但我本人 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即便把我杀了 我也是这句话 其他人一听 汉毛植树啊 都在为他捏了一把汗 可这个时候 戏剧化的一幕又出现了 原本满脸横肉的焦处 态度却突然软化了 不但没有杀韩恒 反而恭恭敬敬地 把他给放走了 事后 焦处他们投降了曹操 把这事给说了一次 曹操对韩恒的忠义行为 十分感动 多次征召他 希望他能过来 为自己帮个忙 打个攻啥的 可那位韩恒 却始终坚守自己的诺言 一直没为曹家做官 最后 老死于家里 也算是得到善终了